有些疑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正確的方法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第一個 常見的疑惑是 直牙聽起來很痛 所以裝假牙會比較好嗎 第二個疑惑是直牙價格不一 為了省錢選便宜的也沒關係 第三個 直牙之後的牙齒就是假牙了 所以不用特別照顧它 第四點 只要想做人人都可以直牙 第五點 直牙做不好會危機到生命安全嗎 我們從第一個疑惑開始來請教起 直牙聽起來很痛 所以裝假牙應該比裝直牙好吧 這個問題請教老師 其實直牙最不舒服的話 大概是手術的階段 手術階段一般WM患者 只要一次就可以完成 所以最不舒服是在做手術 其實要裝假牙的時候 因為它需要把隔壁好的牙齒磨掉 當你磨掉之後 牙齒就像剝了一層皮一樣 其實也會滿酸滿不舒服 直牙不用磨嗎 直牙就是在沒有牙齒的地方 直接打一個妝就可以了 可是它如果是牙齒是好的 但是已經爛得差不多了 這時候會先把它處理掉 對 那現在的治療上比較進步一點就是說 過去我們需要等拔完牙齒之後要等 大概六到八個月才可以止牙 可是現在的你可以同時去拔掉牙齒之後 就放了人工止牙 那等於讓患者的不舒服 或者他等待的時間都去獲得一些減少 是 好 所以直牙的這個朋友 越來越多了對不對 是 可是我周遭 可能我的朋友是比較早期的 所以當時就會覺得比較麻煩 比如說感覺要完成一顆直牙 要拖好久 比如說它從拔掉那顆牙 到它去打那個妝 到妝整個密合 到去拆後來說可以把那個牙罐裝上去 你就覺得你那顆缺牙缺了好久 為什麼直這麼久還沒直好 所以它就覺得說 這個過程還要等滿長的 而且有些人就跟我說 它那個傷口一直 可能打妝進去 後來那個傷口一直沒好 它就很害怕 可是比較起來覺得好處是什麼 因為不用磨旁邊兩個 所以總覺得說 如果像我的朋友 是那種單顆缺牙的時候 他們常常會選直牙 如果有錢的話 因為真的差很多 你這樣一去問 明明一顆如果 我那時候我朋友去比 他說我如果一般的單顆缺 雖然要磨旁邊好了 可能算一算就是 三萬幾萬對不對 可是他說那個一個 都開價都八萬 十萬 他就覺得 要想一想就對了 價錢上 對 那我們就來請 那個林醫師來告訴我們 到底直牙跟裝假牙 它的優缺點各是什麼 好不好 因為一般我們都講說 對啊 假牙它是一顆 要連帶做 影響到旁邊兩顆 被連做了這樣子 就我們這幾年所看到的 其實患者可能 一開始是缺一顆 後來因為做三顆 後來可能五到十年之後 當然每個人的年限不一樣 又蛀牙 所以三顆變五顆 那可能五顆又變七顆 所以其實就我所看到的數據 或是我在國外看到的現象 其實台灣幾乎是全世界做假牙的比例 數目大概是 最高的 可能可以排前幾名的國家 這個也算是 這是台灣的奇蹟 台灣的奇蹟 OK 好 所以 在上面就有直牙活動式假牙 固定式假牙的比較了 直牙的部分它的外觀很像針牙 比較沒有異物感 然後清潔方式也是跟平常一樣 那齒槽骨的完整 它是可以保持比較完整的 耐久度也是像針牙一樣 那費用當然比較高 咀嚼度比較好咀嚼 那不用去磨損針牙 活動式假牙跟固定式假牙 其實現在活動式假牙 會比較少一點啊 對 活動式假牙的話 通常也就是說 以前是缺牙比較多才會 那通常現在的患者 如果他只有一邊缺牙 他其實還是會傾向用固定的 如果他兩邊都缺牙 那因為這時候治療費用 一直在激增 所以患者可能這時候就會考慮 也許活動能夠一次 解決他的問題 是不是活動一排 你就記得李總統嘛 那個時候有沒有 講話講要把牙砸出來 砸出來 對 大概就是像 這樣的一個因素 就是像一個活動的假牙 對 所以你飯後的的話 大概都一定要拿起來清淨 但它上面是都沒有牙齒的 對 就看它缺損幾顆 那你就做一個整排的東西 那可能是勾在自己的牙齒 或者是勾在紙牙上 對 但是就是飯後一定要去做一些清潔 一定要把它拿下來刷一刷就對了 對 而且我還有患者 他的假牙被他太太隔天打掃 就直接丟到垃圾桶 後來我記得那個患者就到垃圾車上 整個車子都翻下來去找 因為他說好不容易有一副真的 所以這時候其實保養 甚至跟保護它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是 對 所以像這個活動式假牙的話 它當然要拆卸嘛 然後比較會容易有異物感 它是不是做的也比較不容易像 直牙或孤磷式假牙 這麼的看起來很真實 它其實跟自然牙最大的差異是說 它未來還是可能會產生 類似像牙周病 或者是假牙或是直牙斷裂的問題 但是唯一的優點是它不會注牙 它這麼做的也比較不容易像 直牙或孤磷式假牙 這麼的看起來很真實 對 其實現在的科技 大概我們只能夠去運用一些 譬如說鈦合金的金屬 因為它很薄 很有彈性 所以患者的異物感會減少 但是其實做了所有活動假牙 其實最後會碰到的問題就是 牙齒還是會一個一個住掉 因為這些勾勾都會很容易卡食物 對 這是一個迷思耶 因為我的朋友去做了牙套 就是固定式假牙之後 他就跟我說我不用害怕注牙了 因為已經外面套了一個假的牙齒 它是沒有細縫的 所以我怎麼吃它都不會掉下去 我說你忘記了上面沒有動 下面還有勾耶 勾細菌會從那邊跑進去 他說不會 所以是會的對不對 應該是會 其實所有的假牙 只要放到嘴巴裡面之後 它會碰到的三個失敗的因素 就是注牙 亞洲病 或者是假牙或牙齒斷裂 所以其實這些有縫的地方 就是所有的細菌 都會跑進去的 都有機會 直牙活動式假牙跟固定式假牙 它的價格到底差多少 其實大概活動式假牙的話 大概跟直牙的價格差不多 但是就是說固定式假牙 可能是直牙價格的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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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 所以它的就是價格上 其實會低一點 但是就是說 現在的患者有些胃的漂亮 其實他用全部是陶瓷的 其實單價並沒有比直牙來的便宜多少 對 所以但是我會跟患者說 我知道那個價位上其實不便宜 所以就是話說 但是貨比三價不吃虧 一定要挑一個適合的東西 放在你的口腔 因為你不喜歡它 你不適合 你送人也沒有人要 對 好 那所以 以前有一些那個 那種活動式假牙 有時候他們做的不是那麼的好 或者甚至 據我了解他們帶酒 有時候你因為有一點萎縮或什麼 其實它要慢慢調整 不然它會慢慢的不適用 它還是沒辦法一直都很密合的 對 所以有一些老先生 老太太就很妙 因為他們為了省錢 他們吃飯的時候拿下來 因為不舒服嘛 因為它已經沒有那麼密合了 反而是吃飯的時候 他把它拿下來 然後出去的時候帶上去 變成是美觀用你知道嗎 是美觀用的 對 可是只是說 變成說後來 它沒有達到它真正假牙效用 可是之前就有出現說 當它帶那個假牙其實是不符合的時候 因為它會變嘛 或是它長期的摩擦 甚至暫編造成了口腔癌的病變 所以我覺得 其實有時候要開始討論 一個東西它能用多久 已經是不是適合你 因為如果單純從單價考量 有時候會 是 看起來很少 就太簡單 太單純了 對 看起來前面很少 後面不知道 是 例如說我現在37歲 我植一顆植牙 我可以用到幾歲啊 其實任何的這種醫療產品 其實它沒有明顯的壽命 但是就現在的文獻 能夠記載得到 大概植牙能夠追蹤到最久的歷史 差不多40年左右 那也夠久了 那差不多你從40歲開始做 比現在的紀錄 大概可以到80歲左右 對 但是主要是說 在做這些研究的大學教授 經過40年 他差不多也要退休了 是 差不多也沒再繼續研究了 所以更長的研究 還沒有看到就對了 對 現在普遍能夠做的研究 差不多25年左右 OK 25年 那因為植牙 它本來就是在一個缺牙的地方 做一個柱子 然後這樣子 所以它不會有蛀牙的問題對不對 對 它其實跟自然牙 最大的差異是說 它未來還是可能會產生 類似像牙周病 或者是假牙 或是植牙斷裂的問題 但是唯一的優點是 它不會蛀牙 對 因為它沒地方可以住了 對 OK 好 所以植牙的手術 它花費的時間 跟大概整個過程會是怎麼樣 要不要請醫師給我們看一些照片 讓我們更了解一下 植牙的過程是什麼 這個是仿照真實的質體 但是不會這麼大隻 是 那植體的話 大概我們所說的植體 就是下面就像我們牙根的部分 那上面這一段的話 它其實是就像我們的牙齒 OK 但是就是說人工植牙 其實難免會有異物感 其實很多時候是來自於 我們正常的牙根 尤其在大舊尺 差不多有一公分左右 可是人工植牙 大部分最大的尺寸 差不多就是半公分 所以很容易造成是牙罐 是跟正常的一樣大 可是牙根其實很小 所以這時候會有一個 很大的一個緊縮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個大概是一個植牙的 那在植牙的話 這個譬如說 患者其實缺牙久了之後 它會面臨幾個問題 是骨頭萎縮 那骨頭萎縮有分垂直和水平 所以然後再來它的肉 會變得越來越薄 越來越薄 這大概是植牙 其實植牙很多的問題 都是來自於骨頭條件不好 或者牙肉的品質不好 所引起這些手術 或是保養上相關的問題 所以像這一張圖的這個 這位朋友 他就是牙齦已經有點萎縮對不對 對 因為他缺牙缺太久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說 它的高度已經降下來 再來你會看到說 似乎它的寬度 不像前面這麼的飽滿 那這時候我們要植牙 就很容易造成 這些牙根會外露 會什麼的 所以手術上的這種難度上 就會提升很多 OK 對 所以像這一個朋友 他要補兩顆對不對 對 其實患者的話 就是說補幾顆 尤其這個牽扯到很多費用的問題 所以我會跟患者去溝通說 也不可能補一顆這麼大顆的 對 因為就文献上的討論是說 你至少一定要有一顆大舊齒才夠用 所以我會跟患者說 假如你經濟條件真的不是那麼允許 其實你可以用到哪裡 就先做到哪裡 那你後續可以逐漸的去增加 是 那一口氣 當然我們醫生會滿開心的 只是說我認為是夠用 其實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至少就是舊齒左右兩邊各一顆要 對 至少一定要各一顆 那有沒有可能他就說 比如說我是一個這樣排的話 我直體 下面直體我只做兩個地基 然後我這邊用一個架橋 上面牙罐有幾個的這一種 可以 就是說 這個其實是現在 其實我們會去減少病的醫療費用 也就是說你可以架放兩顆做三顆 地基把它打起來 然後上面是連起來的 對 其實只要就咬合力夠的話就可以 所以前面的牙齒 甚至我們可以做兩個抓 但是假牙可以做四顆 那這時候就可以有效的去減少 直牙的數量 但它的那個承受的力量 會有差別嗎 就前面的牙齒 一個莊一顆的話 跟一個莊兩顆 後牙承受的力量 大概佔所有力量的60% 可是前牙的力量只負責切斷食物 OK 所以其實它的咬力不像後牙 要去咀嚼那麼多的東西 對 是 OK 好 所以它那個手術花費的時間 就依照每個人狀況不同吧 對 其實多數植一顆牙 真的去做差不多30分鐘到40分鐘就結束 只是說我們術前必須跟患者溝通說 因為它的骨頭條件不好 牙肉品質不好 那這個可能會是手術額外需要的時間 所以甚至有時候會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不等 好 所以手術的過程當中就會把這個 這是妝嗎 對 那這個的話底下是 就像妝 就是一個地劑 那上面其實就像我們自己的牙齒 磨小之後的一個形狀 對 那這個好了之後 最後等到它骨頭都OK之後 就會去做了假牙上去 所以它要等多久它骨頭才會長起來 過去的時間是下額需要等3到4個月 因為下面的骨頭比較硬 那它怎麼辦 會有一個零食的套在上面是不是 會 我們可以做一個零食的 但是現在因為科技上比較進步 如果說患者止牙的數目比較多 其實它可以很早期就先做假牙上去 但是就是說必須數目夠 而且如果說有些患者 因為他有一些咀嚼硬的食物的關係 或者甚至有些人是會磨牙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建議他說 OK 可能整個時程必須等骨頭完全長好 我們才建議做假牙 OK 好 那因為一般人會擔心美觀的問題 對 所以就是用暫時性的 那我所知道是說 大概3萬到12萬之間 大概都市場上都有 這範圍很大 所以患者 我會跟患者說 那我們就把最高加最低除以2 15除以2大概75 上下 我想是一個 就是說比較合理的 比較合理的一個 可以討論的空間 是 因為一般人會擔心美觀的問題 所以就是用暫時性的 對 用暫時性 那當然最後的假牙 是有做上去的時候 那它其實顏面的皺紋 這一些東西 就會改善得非常的多 感覺上面是80歲 對 老腳是60歲 對 其實做完這一類的假牙的患者 它都會 你看到相片就會覺得說 它大概會年輕 10歲到20歲 這個婆婆它是做全口質牙嗎 對 它這個患者當然比較特別 它是做全口的 那它原本的全口都是活動式假牙 對 一般都是患者 他不滿意 他過去的力量只有15公斤的咀嚼力 所以他希望去用一個 比較堅硬的一個東西 像我自己質牙的患者 曾經年齡最大的 大概88歲左右 那我那時候還跟那個患者說 我想你年紀這麼大不要做好了 他做幾顆 他其實大概做三四顆就可以 但是那個患者跟我講一句話說 你知道三餐都要帶果汁機出門的感覺是什麼嗎 對 那當然患者其實他大概活到95歲就往生了 可是他兒子有一次我跟他道歉說 對不起沒辦法讓你媽媽用個一二十年 他說至少他媽媽在剩下這七八年時間 他過得非常的快樂 就是品質很好 對 生活的品質可以有效的開賽 好 所以如果拳口的話 他要花多久時間拳口質牙 其實拳口質牙的話 以前所需要的時間其實比較久 但是患者會很難去忍受說 在這個過程需要花一兩個小時 其實過去在拳口質牙 一般我們都是在開刀房做 但是現在有兩個很新的技術 一個就是梳棉 就是說去打一些藥劑 讓患者有意識 但是會疼痛的感覺比較遲鈍一點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他可以做一些電腦的手術膜板 所以其實鑽一顆 做一顆人工子牙 可能五六分鐘就結束 所以通常一口牙 也許一個小時以內全部就做完了 那用這些新的科技 是可以去減少患者的一些不舒服 或者讓整個手術時間有效的減少 所以主要剛剛蘇星在講 那個等待的時間主要還是 裝作好之後骨頭長 再次找一顆人工智 你會想說 那不屁股 無人工智 是明星在闡 有其他人工智 有其他人工智 有些人工智 想說 不知